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一张圣龙技的LL, 超赛悟空嘛。 赛尔的灭绝计划。 嗯, 已经是练满啦, 已经是LL状态了。 然后这个卡面特效, 真的是好看。 集气! 啊哈! 然后发射, 卡克诶。 有啦有啦, 帅。 OK, 这一次的话, 当然就是要把它拿出来使用一下啦。 这一张我自己的话是55%嘛。 1万7的攻击力, 然后给了它一个500的防御力啦。 所以达到1万2千多的防御力。 老实说, 就这个三维数值来说, 真的是蛮优秀的。 然后, 队长其实头脑战200%啦。 必杀效果。 12期必杀, 一回合攻防上升。 超必杀, 一回合攻防上升。 还可以补助超细全炎50%的攻击。 这个就非常的赞啦。 50%耶, 超级高的, 有没有。 然后, 被动。 全全体曝光。 这个超长的。 自身7力加5, 攻防150%。 超细全炎, 7力加2, 防御50%提升。 然后, 受到的伤害30%减轻。 然后, 每一次受到攻击, 攻防15%提升, 最大75%。 那一天在做影片, 他的这个能力介绍的时候。 我那边就写错了, 我真的是眼盲当天。 就写成了每一次攻击。 实际上是每一次受到攻击, 他才会提升15%。 多多到来就75%。 当这个被动叠满, 下一条被动也是可以出发啦。 战斗中, 自身受到5次以上的攻击。 就7力再加2这样子。 然后, 战斗中, 自身受到10回以上的攻击后, 自身的攻击参加回合中, 可以看破必杀。 这个是非常棒的啦。 然后, 主动技发动时, 或者气力条24的时候, 攻击再加50%, 然后, 必定必杀技最佳发动。 这个是很优秀的点, 可是大家那时候也讲过啦。 它的气力条非常的多, 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 太担心的点不太需要。 怎么这边因为我的连接都还没练满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的表现应该是会比较普通一些。 主动技的话是Full Power一起攻击, 战斗开始5回合后。 战斗中, 自身受到10次以上的攻击就可以发动。 一时间攻击超大幅上升, 究极伤害。 在发动的回合中, 必定会新发动。 还有一回合内, 魔方全员气力加5这个样子。 前任点的话, 他这个... 赢技能力我是给了5连击啦。 嗯, 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做到3连必杀。 好, 那么这一次就把他组一个... 以他带队啦, 组在头脑战类别内。 然后大概组了这样子的队伍出来啦。 嗯, 还可以吧。 然后好友的话是同样啦, 同样是没开路。 可是他在技能力方面, 他的同技能力是给了加2的连击。 所以他有7连击, 可能连击力会比较高一些。 连击的话, 诶, 练得比我高。 应该说, 我是连动的还没动过。 应该还是完全没体力。 然后连接这边就已经是5566啦, 还蛮高的。 这样我们就有连接提升跟没有连接提升, 稍微来看看一下啦。 Metal Cool啦, 然后Core啦的关卡啦。 红区。 这边的话我就给他一个... 嗯, 孙悟空细普啦。 孙悟空细普的supporter member力更强一点。 反正他就是超赛悟空啦。 好, 那么直接出发吧。 さて。 いきましょう。 这一边好像就... 稍微有点麻烦。 需要把悟空给移过去。 诶, 不过悟空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 他的... 啊, OK。 他的普助50%防御真的是很猛。 来, 看一下齁。 19万、27万跟... 19万。 哦, 错了, 19万啊。 不是很高, 不算高。 可是这是还没跌上来嘛。 诶, 我看一下齁。 哦, 只要连到必杀才可以降攻击。 好吧。 要不然... 还是超必杀比较安全。 可是这样子的话会开不到诶。 ちょっと待って。 哇, 这个卡珠卡到爆。 悟空也没办法二连必杀。 哇,ちょっと待って。 这一轮真的是卡珠卡到爆诶。 严重卡爆诶。 连击必杀。 OK, 可以降攻击降攻击。 nice。 好久没有把这个利潮被拿出来用了。 诶, 利蓝被。 sorry。 哇, 买吗? 第一来就跟我, 攻我这一招。 哇, 要死了。 痛痛痛痛痛。 绝对痛。 やめて。 哦吼。 哇, 差一点就升天了。 哈哈哈。 哇, 可是这个位置被打的次数非常多。 OK, 终确率迴避。 nice啊。 好, 蛇气必杀。 五大战士突击。 哎, 哎, 哎。 2。 诶, 这个在两倍数上面来看还不错。 OK, 攻防上升三下。 这样子的话就再多两下就被动全满啦。 然后这边就有13万、15万、18万。 然后这个样子。 看看可以怎么样吧。 哎。 我就故意不开。 哈哈哈。 不开那一个奸商。 诶, 这边开上去的话。 哇, 买吗? 诶, 这边开上去的话。 诶, 不过还好队伍内。 诶, 应该是这个系列还有一个。 哇, 痛。 还有一个机场版Hero。 可以稍微帮忙。 诶, 诶。 这边有30%的减伤。 应该还行。 然后等一下再等。 要小。 应该是挂了这一轮。 应该是直接挂掉了。 哦, 32万。 呵呵。 不当啊。 真还不当啊。 没关系。 我可以再来多一次。 哈哈哈。 哦, 好痛苦。 好痛苦。 这个真的是好痛苦。 这个真的是好痛苦。 太过分了。 嗯, 这一次的话。 来的好友同样是没开路。 连接也跟我一样没什么练到。 然后是。 有Extra的攻击啦。 嗯, 二连击。 七六。 呃, 六。 六连击啦。 妈妈妈妈。 再来多一次。 我们算。 OK, 这边的话。 超赛悟空跟。 超赛悟空是分了两遍。 OKOK, Nice。 嗨。 这边就这么个安排吧。 连接是不怎么好啦。 但是至少灵战啊。 传说之地跟超赛是连倒了。 嗯嗯。 这样子其实会比较理想一些些。 不过算了。 这个还是仪器下一轮。 看一下吼。 20万。 19万。 跟17万。 诶。 怎么会这样高的。 然后。 诶。 24气。 yes。 阿瑞。 然后这边。 嗯。 这边就没办法。 嗯。 吧。 都可以。 都可以。 不影响。 不影响。 OK,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二连必杀啦。 OK, Nice。 nice。 哇叮。 不过有30%减伤。 我相信是可以的。 20万。 配上30%减伤。 哇, 还是36万。 好痛。 不过攻防上升。 700万。 哦, 这边这样都有700万。 诶, 这个是没开路的有700万的输出。 一拿。 哈, 今大。 470万。 470万。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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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吗? 这个。 火力来说这样刚才就还蛮高的。 而且还没叠满嘛。 刚才。 叠满之后还不错。 嗯嗯嗯。 我觉得还蛮优秀的。 真的是还蛮优秀的。 然后本身又可以普助防御。 我觉得普助防御这一点真的是太强了。 超必杀还可以为后面两位做到50%的攻击普助。 也是非常的棒。 让大家的火力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诶。 哦啦。 诶, 这边的话。 嗯。 嗯。 这么个样子。 我看一下。 19万。 27万。 19万。 超必杀一定要有。 嗯。 排骨饭来普助就好了。 诶。 这边的话我要考虑一下需不需要开刀剧。 我觉得还是开一下好了。 保险一点。 反正这边我们过渡过去。 最重要就是要过渡这边。 可以吗。 二。 二。 三。 OK。 中了三下。 哇。 935万。 有普助就是不一样。 这个火力。 哇。 斯巴拉西。 而且这边连接更高。 然后再连接。 哦。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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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600。 1500万。 没开路。 诶。 没开路就有这个。 这样子的火力真的是还不错诶。 诶。 三下。 他干。 诶。 诶。 四下。 然后这个第五下。 不过有70%的减伤。 配上相当高的防御力。 所以我们Dynas。 然后诶。 被动全满啦。 除了那一个。 受到十下攻击。 然后看破必杀。 可是这一轮因为有利双人的关系啦。 等下他再登场就会合体。 所以看破必杀。 嗯。 这边会没什么好。 没有什么特别展示啦。 那一个其实就是我之前有讲到。 有是最好。 没有也没关系的能力啦。 OK。 这边的话。 哦。 被被动叠满再加上补助。 39万的初始防御力。 配上30%的减伤。 怎么想。 都是足够的吧。 各位。 应该是足够的吧。 以这样子的能力来说。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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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应该也是可以看破必杀的。 哇。 905万。 这个应该就是我的上限啦。 诶。 应该还不到。 因为还可以。 连接还可以再跟上一层楼。 所以可以接近千万诶。 我看大概可以再提升。 连接。 连接我还没练满。 因为才LV1嘛。 如果练到满的话。 大概可以提升多。 20到30%吧。 哇。 这样火力还可以再提升个。 三五十万诶。 九百五十万诶。 再提。 九百万嘛。 九百五十万这样上下。 应该是可以。 哎。 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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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然後。 连击毕撒。 哎,哎。 ,"喂啊。 示茉", 心虚。 proprio不幸连召唢。 这个气ən大。 好啦 最後的 匹克 這個程度 欸 欸 可以打 不過 匹克在這一邊 因為沒有劇場版Hero的角色 他的減傷不能觸發到完 啊 看 哇 麻煩 然後這邊DOTTER要受到十次的攻擊 所以絕對是這麼個牌法 等一下喔 主動技開上來 3 Fusion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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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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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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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呃 先 排骨饭先 OK 这边就cancel掉 再来就是 主动计 哭走 今啦 哈 哦 必定灰心就是爽 就是这一季 今啦 然后我就操到了 OK 诶 等一下 怎么会增加 对对对对 全年加武器 我都忘记掉还有这一个点的 全年加武器 主动计全年加武器 哇 这样子的话气力条 满 哇 爽 这个就是 一夜 然后最后我们的这个 排骨上 辅助 杀杀杀杀杀杀 可勒多少 905万 哈哈 没有特别 可是可以为后面的增加50%的攻击 哈 今啦 啊 然后必定灰心 必定连击必杀 哇 这一轮单回合的火力 非常非常的高啊 像这样子没开路啦 就已经是 因为灰心嘛 就乘以1.9 哇 这个输出出来 三四千万绝对跑不掉啦 好爽哦 哼哼 这种大火力红极 然后配上本身也有不错的那个 攻防能力 好了好了 排骨汉 行 啊 有了 OK 又来了 赶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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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一看 最后的最后 376,000的防疫力 然后配上一个普助啦 嗯,以没开路来说 我觉得是 蛮不错的啦 嗯,蛮不错的 可是我自己的,因为有放那个 5点的技能,技能力防疫的关系 可以到39万多 然后好友这一张是没有,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把 同技能力加5level的防疫会比较 优势一点点啦 ok 所以这 没,我来的 嗨,30%的减伤就是赞 再加上克服 最后 哦,1000 诶,怎么会这样搞 Nan de 我干哪 但是好爽 哈 Nan de 应该是普助 应该是普助的关系 诶,普助再加上 满气 满被动 然后连接也大体上都连上来的关系 哦 楽しみ 哦 楽しみ 楽しみ 好爽哦 诶,这个火力真的是不错 嗯,如果他不做1号打手的话 他站在2号位啊 可是要有人帮他扛1号位 要有人帮他扛1号位 嗯,目前来说好像也没有太好的人选吧 诶,其实我觉得 他跟小鸟悟空啦 主在一堆也是属于可以用的 就 因为他本身就会有普助反馈嘛 20%的 诶 加2的气 2气 然后跟50%的防御加成 其实就 对连接来说是讲 可以稍微增加好几个%的连接 应该还蛮不错的吧 呀呀呀 嗯 还蛮难去想象多 可是 30多万的防御力 配上30%的减伤 卡在1号位 诶,还真的是蛮不错用的哦 嗯 还真的是不错 还真的是不错 可以啦 整体的能力以没开路来说 我觉得在今年的 船降LF来说是 前几名的了 嗯,是前几名的了 火力又有 防御力也有 然后 还有普助能力 通用性真的是很强诶 诶,老实说这张的通用性能很强诶 可以嘛 可以 我觉得还蛮可以的 要攻击普助 就需要他打前头啦 因为要开一个50%这样子 然后防御普助就值得在 被动上面实实在在 诶,整体来说真的是 诶,他的功能性真的是太多了 这张还不错 很棒 嗯 OK啦 就是这个样子啦 这是他的整体能力使用体感啦 相当的高 嗯,相当的高 嗯 OK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 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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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